健康,信仰和幸福的秘诀是 不要抱怨,不要悲观,活在当下 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 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 然后全力以赴去追求 不要轻易把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 要有自己的生活,事业和朋友 永远保持自信 即使在弱势和困难时期 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年龄 或者其他限制下 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和领地 不要只关注自己的外在 而应注重自己的内在 学会原谅和爱 不要抱怨,愤怒和埋怨 学会关注别人 理解和接纳他人 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学会变通和适应 说是女人最忠贞的情人 她不离不弃 始终如意 源源不断的给予 却从不索许回报 立足于这个社会 你不能守寸铁 人一生诞生过两次 一次是为生命而诞生 一次是为生活而诞生 接受不幸 就像接受曾经有过的幸福一样 别把时间浪费在自己不喜欢的人 和时尚面 女士们不要指责 指责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沉默 不但于事无补 还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女士们请你们牢记 要想成为受人欢迎的人 那么请千万不要无视生非 女士们 你们必须要牢记一点 保持自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做不到 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 成为一个快乐的女性 因为你总是活在别人的影子里 这世上能百毒不侵的女人 都曾伤痕累累 能笑看风吟的女人 都曾千疮百孔 每一个自强不息的女人 都曾无处可疑 每一个看淡情爱的女人 都曾至死不渝 我们历经千番 终于明白 女人一生 最重要的事 就是好好爱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